好 重點國際新聞馬上帶給您 那就是在拜習會已經超訂 在舊星山進行要展開所謂的建設性的對話 結果呢 現在南海似乎又出現衝突 而且有升級的趨勢 會不會影響兩國元首的見面呢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好 那先前的時候呢大家就有聽說過 其實就是在這個南海的區域呢 中國大陸的政府他們才剛剛講說 他們為了自我防衛的關係喔 所以就是對於這個菲律賓的護衛艦 所謂的非法入侵呢 他們有進行自我防衛 現在呢 CNN他又有最新的報導的 大概就是在上午的9點多的時候呢 他們又進行獨家報導 他們說不是只是菲律賓喔 這個中國大陸的戰鬥機呢 就在對南海從這一艘這個加拿大護衛艦 起飛的攻擊直升機來開火 那根據報導呢 這個也是北京政府第二次 對加拿大的軍機在這個地方來進行攻擊 那現在加拿大的軍官就非常擔憂 他們說中國大陸啊其實先前呢 就曾經攻擊過其他的機種 但是這一次他們開火的是攻擊直升機 那這個機種的本身是專門用在對地面 來進行攻擊 那至於空戰能力呢 多半都是用在所謂的自我防衛上面 所以呢其實他們就非常擔憂啊 那現在除了這個二胡佛戰之外 還有以哈衝突之外呢 現在連南海這個中國大陸都有動作 讓很多人擔心這邊軍事衝突真的會升級嗎 再加上就有專家認為說呢 美國總統拜登其實他先前就有公開表態說 支持菲律賓 那另外的日本跟菲律賓 他們有進行所謂的互惠準入協定的談判喔 所以這樣子的這個中日非合作 是不是會刺激中國呢 那外界就是不斷的在觀望